去年F郡去日本出差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姐妹们平时怎么发短信条件男朋友 各种答案直接让人笑奔 正巧那天我换了新手机号 顺手给他发了条匿名短信 老板需要特殊服务吗 他没理 我又发一条过去 寂寞小野猫 热情似火 送货上门 包君满意 过了好久 他打电话过来 第一句就是 你在家很闲吗 我特震惊 你怎么知道是我 他说 只有你才会这么无聊 想了想又说 我后天回来 这么快 不是要下周吗 临时有变 没过多久 他同事来家里吃饭 聊到这次日本之行 同事说 F连亲公宴都没参加 正式干完 一秒钟没耽误的往机场赶 说这里没人 要回来照顾猫 他四处看看 好奇地问 哎 你们家猫呢 我的脸沉一下红了 F夹了块红烧鱼放我碗里 面不改色地说 他胆子小 怕伤 我恨不得把脸埋进碗里 F军在外人面前十分严肃冷傲 人送外号 Iceman 而我呢 恰恰相反 自身神经病 特别碍眼 他经常骂我不当演员可惜了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我突然停下来对他说 姐夫 我们这样做对得起我姐吗 起初 他还会和服务员一起露出被雷劈的表情 久了就习惯了 昨天 还特意淡定地回了我一句 你姐在 九泉之下会祝福我们的 有一回 我鲜血奶潮 对他说 我要演痴心男二号 然后很快进入角色 对他咆哮 我才是最爱乔依的人 我是不会把他让给你的 他在书架旁 一边漫不经心地翻书 一边无所谓地回 嗯 你拿去好了 我愣了 剧情不应该这样发展呢 我说 我今晚就带他走 永远离开你 他啪的一声把书盒上 冷冷地说 你试试 他要是敢跟别人跑 我打断他的腿 出差一回来 在机场接到闺蜜电话 失恋了哭得稀里哗啦 我拖着箱子 陪他去喝酒 说 有始有终的爱情 是人间一数 是天象吊鲜饼 根本不可能奢望他 跟发盒饭一样 到饭点就人手一份 回到家 我特别伤感 抱着F君说 我这人运气一向不好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大概就是遇见你 所以我特别珍惜 长这么大 唯一坚持下来的事情 就是爱你 他说 嗯 你这么想 我很感动 顿了顿 又说 但是 你不要以为 这样我就会原谅你 凌晨才回家 然后狠狠瞪我一眼 起身去厨房 帮我泡蜂蜜水 解酒 我的世界被你牵住 不知不觉成了习惯了雨后 有些话却很难说出口 我抛开了沉默 终于追寻自我 心甘情愿只为你 温柔 不管多久我都在原地 半口 青春掠过时间 回忆这么多 风回路转过 遗憾诱惑 再也不放手 从不曾怀疑 从不曾放弃 回忆我只喜欢你 你在我心里 明映的美丽 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从遇见你的那天气 我就太没想过分离 融化我的心 释放我冷静 让我爱得真心 却一直为你 我的世界被你牵着走 不知不觉成了习惯了雨后 有些话却很难说出口 我抛开了沉默 终于追寻自我 情感情愿 只为你温柔 不管多久我都在原地等候 青春掠过世界 回忆这么多 风回路转过 遗憾有功 再也不放手 从不曾怀疑 从不曾放弃 回忆我只喜欢你 你在我心里 明映的美丽 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从遇见你的那天气 我就太没想过分离 融化我的心 释放我冷静 让我爱得真心 你每个表情 你每次贴心 确定我只喜欢你 坚定的言语 我只属于你 这一次都不再失去 因为爱才没有距离 执着你执着的实际 你是我勇气 你让我相信 爱回到我们最初的安逐 你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